而另外一个女儿年纪很小才三岁在云林 三岁的美媒怎么三经半夜一个人在大马路上面流浪 还好被好心的路人发现了送到警察局去 警察一查才发现原来妈妈跟同居男朋友呢 又生下了一个小baby忙着在坐月子 就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个美媒 才让美媒三经半夜一个人在街上晃 还好没有被坏人给拐走了 凌晨大半夜三岁的女童独自在大街上流浪 要不是路人发现得早赶紧带她上警局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 让远景很紧张赶紧抱女童 回到被发现的地方要找回爸爸妈妈 但真的找不到 正好买东西送女童回派出所果服 小女童拿起面包吃得津津有味 看来肚子已经饿了很久了 看来女童如此可爱的笑容 大人们怎么会疏于照顾呢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女童的母亲 妈妈因为和同居人生下另一个孩子忙着坐月子 但同居的男友不想照顾女童 才会让女童大半夜一个人独自在外流浪 结果那个小妹妹就没有办法表达 但是我们有看她身上穿的衣物 及她身体的状况 她全身没有病痛 而且那个衣物都有唤醒 所以是研判说这个小朋友不是弃儿 初心的妈妈也很自责 而大半夜逛大街的女童 还好被人发现得早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中文新闻张戴景云林报道